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們就來到這個開台 講這個很多人期待的GV 這個要求營商計劃 因為每一間公司可以申請三個項目 他們可以持續營運的方法 就對抗疫情的政府 這個支助計劃 是的 因為這個計劃 我們之前看到 我們在網上寫過的反應非常好 於是我們就說 既然今天開始接受燈請 不如我們就找HKBC 負責接受燈請的部門 給我們做一個Live 講一講 這次這個申請是怎樣的 因為很多人都想知道 不如我們邀請我們的嘉賓 HKBC那邊的Alex 進來幫我們講一講 因為我們其實是用Reddit接他進來 麻煩 好 戰句 Alex 是Alex已經接進來了 好的 那我可以開始了嗎 是的 Alex 你 其實Alex 會幫我們講一講 今天接受申請的流程 因為他 不知道 是不是已經有公司 今天九點鐘已經入了申請 確實時間我們再看 其實今天九點鐘我們就正式開始接受申請 我們也提到有些申請進來了 但是還未正式處理 所以就要再看看遲些 還有更多資料可以再公佈了 OK 好 那不如我們和我們介紹一下這個DBIS的計劃是怎樣的 好的 沒問題 大家都看到我的畫面了 是 好 那我就再 可以可以 那都是一個背景 就是整個DBIS Program 都是在第二輪的防疫抗疫基金之下 是創商科技處推出 主要目的是令企業在疫情期間 可以透過資訊科技 可以繼續營運和提高工作效率 那個時間就為期六個月 那而批出的總數的資助就會是五億港元 那當中呢都會是涵蓋於十二個範圍之內 那相信大家都對這十二個範圍都熟悉的了 因為都在我們的網站 和之前一些文明都說過 那我可以很概括地提提 就是 頭五個都會和一些網上營商有關 就是不同類型的行業 那它可以在不同類型的category 去申請一些資助 去令到可以在網上營運和客戶可以繼續做生意 那也都可以開拓自己的客員 那在第六到到最後十二個呢 都是關於一些公司本身內部 怎樣可以透過科技去提高工作效率 令到員工可以在家工作 也都可以譬如說可以令到網絡裡面的技術要提高 因為本身我們如果越來越多的 譬如有對外的客戶的開放可以看到公司的資料 也都可以員工可以在家可以接觸到資料 其實也都不可以忽視網絡安全的重要性 那都提到了其實這個是傳授資助的 就是有別於其他的基金 有些是配對形式 那這個是會議 就是如果金額是獲批 那是會議傳授資助的 那也都會包括是可以購買或者採納一些資訊科技方案 軟件硬件專業服務 還有一些就是說相關的培訓 那而對於相關的培訓呢 那個上限是不可以超過10%的那個solutions 那另外就是每一個科技方案呢 最多就是10萬元 那而每一個企業呢 就是最多30萬 那而整個項目呢 都需要在六個月之內完成的 那我們會在整個申請 那當然收齊了一些文件 我們都比如說做一個審核 如果最後都獲批的話呢 其實就會先發放30%的資助金額的 那企業就當最後了 做完整個項目了 那還有一些證明文件 還有之後都有提過一個審計報告 那就會將所有的文件交托給秘書處 查核了之後呢 那就會將餘下的款項都會發放的 那都會提提大家了 那整個的申請呢 都需要那個項目是在獲批了之後才可以開始的 就是說 不可以說現在做一個project 那就是拿一些 譬如說現在做一個project 或者之前做下的 那拿來claim呢 就不可以的 一定是經過審批之後完成了 那才可以開始正式做那個項目的 那另外也要提提申請資格 那這個都會是focus在香港的公司的 那所以一定會有 香港的商業登記 那還有公司的性質 是不可以是上市公司 不可以是法定機構 還有都不可以接受公帑的非政府機構 那還有就是公司呢 要在2020年1月1號之前已經要營運的了 那還有呢有實質的業務的 那就是我們在 在查核過申請的時候 會看看 究竟那個企業是否有實際的操作 例如說有些quotation 有些contract 有些payment 就是證明到 其實本身有些 跟其他客戶在香港已經有些運作的records 那另外提到就是說 如果有些相關的企業 是由不同人持有 而持股量是超過30% 那如果當同一個人擁有過超過一間公司 那我們當其中一間公司 是作出了這個dbis的申請呢 那都會當作為 該企業已經有一個申請的了 那變成其他 屬於同一個擁有人 超過30%以上的那些 那其他公司就不可以再申請的 那這個就提提了 就是每個企業 就是符合以上的ABCD4點 是只能夠提交一個申請的 那程序就是剛才也提過了 其實今天上午9點鐘 已經正式接收一些applications 那我們的計劃呢 就會到到 今年的10月31號 6點鐘就會截止的了 而我們都會 只是透過我們自己的網站的 那所以如果 就是有興趣申請的企業 那要留意我們在網站上面的資料 我們都很詳細的guidance notes 也都有一些是參考的表格 那讓大家了解到要準備些什麼文件 什麼資料 那變成大家申請的時候 就會容易一些 就是不需要再去檢查一下 或者問其他人 我們Hotline 那讓整個申請的流程 會更加順暢的 那還有 我們是沒有透過第三方 即是有其他的公司 或者其他的網站 是接收申請的 那所有公司的資料 一定要透過HKPC的網站 那還有就是大家都可以留意著 我們Facebook 或者我們自己本身的 這個DBIS的網頁 都會有定期的更新的 那會有些FAQ 去幫大家了解整個program 還有就是填寫表格 當時需要留意的地方 那提提了 如果是不完整的申請 我們是不會處理的 即是說如果錯過了一些 重要的文件 其實我們當作一個 Incomplete的申請 那我們是不會接受申請的 那而提提大家 就是為了大家去申請 那時候會準備好些 那我都列了一些文件 大家是要預備的 那首先就是商業增記證的副本 那還有剛才也有提過 要證明那個企業 本身是有個實際的業務的 那例如過往三個月內 發出過的發票 收據 或者跟一些其他客戶所簽的合同 那也都要證明有一定的員工數量 那可以顯示的就是一些 強積金的 強積金的紀錄 那可以證明公司裡面的員工 就是公司有幫助他們 供強積金 那還有因為 發放都會透過銀行轉帳過戶 那所以大家都要填寫一些 就是銀行的資料 還有又要出示一些 銀行的對象單 那讓我們可以清晰 核實這個戶口的information 是正確的 那另外 都要確保大家 申請這個表格 就是 不會有些不合法的行為 都要簽署一個誠訊 以及不合謀報價的確認書 那這個表格都可以在我們網站上面可以下載到的 那如果大家填寫過申請 那時候 可以看回這些 相片的形狀 那填寫了之後 就準備好 那到時一申請就不需要再去其他地方找 那另外就是說 也有個 我們同時把這兩個報價單 都要在網站上面上載 那剛才也提過 就是如果關於一些持股的 就是對於機構的控股資料 那相關人的身份證和護照副本 都是要在填寫表格的時候上載的 那還要證明公司裏面的註冊 周聯申報表 就可以看到相關裏面的 擁有股權的資料 讓我們可以核實 最後提到有個審計費用 就是要證明這個項目是完成的 所以在項目完成的時候 其實都需要找一些審計的註冊 變成我們在審計的項目的時候 都會有個審計費用的報價單 還有那個審計的專業人員 都要填寫一個 誠信和不合謀確定的確認書 一起去審計的 這個要求就是所有的項目 超過三萬元都是要做審計 還有填寫一個報價表 還有那個不合謀報價的確認書 提到剛剛也有說過 有兩個報價單 就是說如果是用一些審計費用的 那類就需要兩個報價單 而另一類就是一些 就是一些平台 比如說大家覺得用一些 訂閱或者斷用量去收費這些平台 我們覺得這個 只要你證明到這個平台 對你公司的業務 以及跟你公司的業務 很相符合 這類型我們就不需要提交兩個報價 而提一提 就是為了整個項目的公平性 我們會在每週的時候 會審視 如果提交的項目 如果是跟同一個服務供應商 是System Integrator為例 那就是超過十個 我們以第十一個打口 就會撥去下個星期去申請 變成就是說 如果我們審視這些應用 盡量希望公平 就不會集中於某幾個服務供應商上面 而剛才也提過 就是大家都要填一個 誠信和不合謀報價的確認書 以保這個合法性去做這個採購 而這個審核的準則 另外就是說 究竟那個項目 和那個企業是否的業務相關 變成就是說 我們會審視 究竟他本身做這個行業 應用這個科技 是否跟他直接有關 跟他的業務 跟他的員工的能力 我們就會在合理性方面 做一個評審 還有就是這個預算 就是我們都要確認 大家賣的東西 是否適合合 和市場價錢 是有一個記憶 另外就是推行的細節 譬如說那個時間 就是裡面所賣的項目 和那個breakdown 是否都符合一些 大家所認知的 一些旅行項目 應該要包含的東西 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 所選取的顧問 和服務供應商的能力 這個就是說 如果之前是一些 在參考名單上面的 他都會提交了一些 就是兩個project 就是對上18個月內 compete的project的reference 又或者是那個platform 一個active 有6個月以上的subscription的proof 如果是減選一些 不在參考名單上面的 都要提供一些相對應的資料 讓大家了解到 所選擇的服務供應商 都有一定的能力 也有這個能力 去交付整個項目 而我們都會考慮 委員會和創新科技處 都會看回這些服務供應商 以往有沒有不良紀錄 最後我們會把所有的文檔 都會提交到政府 最後評審委員會 作一個審核的決定 這就是整個項目 大家要留意的地方 還有再提提 報價單的資料 都是要有詳細的分析 因為我們想 穿著這些報價單裡面的資料 去核實這個project 是不是合理性 是合理的 我們就不想 譬如一個項目寫著 軟件、硬件、硬件 或者是訂閱 其實都是有些資料 需要再採取 你們每一個項目的 之前有些人提及過 譬如本身申請的項目 和服務供應商的參考名單 是否有關係 其實在不同的場合都說過 其實沒有直接關係 這個項目最主要是讓大家 可以了解到 譬如說 有些企業 真的對市場的資料 不是太認知 可以去到參考名單 看到一些 譬如說 網上認商的 又或者是一些網絡安全的 究竟會有些什麼選擇 而到我們真的去處理 每一個申請 我們都會看回 如果不是參考名單 我們都會問回他們 拿資料 其實不會因為 在不是名單上 會拖持了處理 所以大家也要留意 如果大家知道 有一些 你們找的供應商 都有興趣 加入參考名單 都可以提提他們 其實那張項目 都在我們網站 現在都是 繼續開放的 其他有意 加入參考名單 的服務供應商 都可以去填寫 亦都提交相對應的 參考資料 都會對整個流程 加入參考名單 容易別人可以搜尋到 到這裏 我最後提提 其實我們都會有個 Hotline 以及有個 Enquiry Email 和Whatsapp 都可以回答大家 對這個計劃的查詢 提提的Whatsapp 就不會有語音 最主要就是 會回答大家的Whatsapp 如果大家想 跟我們的夥伴商 去談 就可以打回我們 Hotline 27885070 還有就是 Enquiry Email 就是 dbusiness.hongkongpc.org 網站就是下面這個 u.hongkongpc.org slash dbusiness 其實剛才提到的 很多資料 都在網站上 會有一個 詳細的交代 還有就是 我們都會定時更新 如果大家 有些問題 或者有些不清晰 可以先去網站 看看 我今天說的 大致上的流程 就差不多 看看 PC Magazine 那邊有沒有 什麼問題 想問問我 其實 我想多謝你的 很詳細的解說 因為很多 朋友想說 申請的時候 他們都在想 怎樣去申請 是 但是上個星期五 其實已經出了一個 叫做供應商的參考名單 就是那個 那個 list 已經有900多間公司 剛才你也說過 有些如果是想找他們 但不是在那個 list 那流程是否又要 他們要申請加入 還是他們要重新批過 才可以申請到這個 就是不需要的 其實如果一間企業 他有興趣申請Dbis 其實已經可以直接填那個 form 在填那個 form 其實提交那個 technical solution 那時候的細節 我們可以給他選擇 首先他可以選擇 如果 他本身是一個 在參考名單上面的 供應商 那他可以直接 回覆那個 numbers 另外也有一些 就是說 如果他不在名單上面 他也可以填寫 那間公司的資料 譬如說他的公司名稱 他的公司的聯絡人的 聯絡電話 和email 其實我們收到這些資料之後 都會聯絡那間公司 叫他填寫一些 technical details 讓我們知道 這個供應商 其實本身也有交付過 以往類似的 project 去做一個審核 所以簡單回答大家 其實就不需要等 即是你們想選擇的供應商 在這個名單上出現 你才會申請 只要你們覺得 你們都想到 心目中要做些什麼 project 覺得那個project裡面 都找到兩個的供應商 其實就已經可以填寫一個表格 其實這個邮請 是兩邊會分開的 申請的處理 以及供應商進去參考名單 或者做一個過程 能力的審核 都是分開的 因為這次你說的搖拒營商 搖拒的話 其實不單是香港 應該是沒有地位殘低 剛才你說過 香港公司才可以申請 如果在香港公司 其實在其他國家 是有分支 有辦公室的 那可不可以幫他們 安裝類似的解決呢 其實這個我們都是想 以香港的業務為基礎 所以就是說 如果是用到的軟件 硬件 或者設備 其實都是在香港為主的 所以就是說 我們會看回整個提交方案的合理性 都是以支援香港的業務為主 OK 或者我又問一下 好 因為現在分請的公司 就一定要是香港的公司 如果是申請成為實差 即是供應槍 如果他沒有香港的PR 即不是香港的註冊公司 譬如說 可能很多 Talbrazer 或者Pattron 那些公司 要由於外國公司 那這些 如果用了這些公司 外國公司的服務 他申請人 有可不可以呢 嗯 即現在根據我們那個 申請的要求 其實那個供應箱 都是由香港的商業登記的 譬如他的Reference 未必需要一定是香港發生的 譬如之前提到 他要提交 如果是Pattron Base 他可以是一些 不是香港入面的 Active 訂閱 變成了 始終都有一個香港的商業登記 但是他的 KUS Reference 不一定是香港發生的 明白明白 那就是說 總之外國公司 如果沒有香港登記 就沒有問題 是的 OK 那我再說一條問題 就是 因為 都是很容易的 因為 我剛才說過 網友商 都很多關於 秦龍專的服務 那些服務 那些服務 他們是每個月給的 有機會 他們有一次過 就是比法 那樣的 那如果一次過比法 那些 在這個申請裡面 又怎樣算呢 譬如 他多過他的項目的 10萬元 那是不是都是 都是上限10萬 還是 都是 會把它貪分 還是怎樣算 就是 就是 嗯嗯嗯 明白 那首先 申請的金額 和最後獲批的金額 是我們會基於那件事的合理性 譬如說 如果他買了很多軟件 或者硬件 未必跟他的業務有直接關係 我們不一定會批回他 那時候的價錢 那另外就是關於年期 其實就是以六個月為限 變成如果是一年 其實我們都會資助六個月的 就是 就算他 譬如他電話播 一年是十萬元 那隻 是 訂閱 但只是會看得到 是的 明白嗎 好 接著有朋友想問 每一個項目就是十萬元 那十萬元的比例有沒有限制呢 例如說 訂閱 或者買硬件的錢有沒有比例限制呢 嗯 首先呢 在計劃裡面 只是有一個培訓的金額 不可以超過十個百分比 而其他就沒有一個特定的限制 但還是會看回那件事的合理性 譬如說 要做到那個方案和那個業務 其實是否真的需要這麼多的某部分的 component 所以我們會在那部分去看回 如果不合理的都不會以全數金額去獲批 OK 有人又想問 這個DBIS和科技券 他們兩個是否可以同時申請呢 以及他們兩個分別 是怎樣的 同一個項目就不可以同時申請其他分定 例如TVP科技券 DBIS的資助的特別地方就是傳數 其實其他分定通常都會以配對形式 還有就是說DBIS都會有一個特定的範圍 其實提到12個範圍 我們都會以快批核 相對地比其他的基金 應該會比較快速可以收到資助 令到企業可以更加快 去用一些資訊科技去幫他們繼續營運 這個流程 例如他們的分請資料 全部陳前 到你們可以批出 他們的資格之後是大大的流程 所以推遲多久 流程其實我們會先審密文件 而當中都會牽涉到究竟清楚 因為其實我們都會看那個項目的合理性 所以其實剛才提過大家 就算給個報價低 都希望要很清晰可以看到 究竟當中的使費是包括什麼分容 還有就是說 如果我們查核了所有的文件是正確的 我們都會提交去一個評審委員會 當中評審委員會都有一個流程去看 究竟最終是否那個項目會獲批 所以都會有一定的流程去進行 所以時間上是真的好看 當時收到有多少個輪胎 還有就是說每一個個案的硬性 我們都承諾就是盡快 其實現在都總動員 希望處理這些申請 都明白到其實各行各業都受到疫情的打擊 都希望更快有些資訊科技可以幫到他們 改善他們現在的業務 那不如給個機會澄清一下 因為現在外面坊間 其實很多人已經 早幾個禮拜開始已經申請中 就是說申請中 甚至他們說到十天特快批核 其實這個應該不是真的 是啊 其實我們只會透過我們的網站 其實我們都留意到坊間有些不同的資訊 其實我們都會提醒所有的公司 就是Applications 或者Information 一定是透過我們發放的 如果大家留意到一些可能不發的網站 就是把一些不正確的資料去散佈 其實都提醒大家可以通知我們的同事 通知我們的Hotline Email或者WhatsApp 我們其實會採取行動的 也都已經採取行動 會對一些不發的網站逐出警告 如果他們再不改善 其實會有更加升級的行動 所以我們確保大家 大家的資金是公平地可以分配 大家是真的合法地可以用到一些服務 去幫助自己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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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跟其他分別是類似的 我們就不會有一個參考名單 其實市面上都有很多顛 tile方可以做到審計報告 那部份应该也不太难找到这类报告的供应商 而我们也会根据其他的投资计划作参考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过往 如果有经验的都知道哪些是可以帮到大家的 那里会不会有连续或者哪个部份 哪里可以找到这些审计的资料 其实你可以参考我们的sup applicant的guidance note 里面有提到究竟对那个审计的专业人员的要求 那部份你也可以看作参考 但是就不会像suppliers那里会有一个参考名单的 ok 那接着我就想问 其实有没有申请限额的 因为我知道那个基金就批了是 立法会批了是5亿 那文件那里就说大约有3000间 那实际的quota是有限的呢? 其实我们就不是以quota认识的 就是会看大家的申请是否合理 那作出金额之后 那就会看回到时金额的容量 也会定时汇报给政府 到时再评合究竟那个基金的下一步会怎么处理 那就是变成3000只是大约数 不是一个实际的限量 ok 那就 嗯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各个批钱的程序 因为刚才说到 最初是30% 那接着就要结束了 做计划才能够得到 那这些公司大约 什么时候会得到呢? 嗯 其实我们如果是在整个批核了之后 其实就会一个月内 就已经会发放 如果那个项目开始了 那我们就会发放那30%的资金 那所以就是说 都会尽快希望企业收到资金 去令到它开展这个项目的 ok 那就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我最后一个 因为都迟两叉 是的 那 其实现在这些 和科技券 除了那个 那个 可以申请的范围 就是项目的范围 不同之外 有点不同之外 其实 申请者去选择基金 和科技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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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看回就是说 那个金额 还有就是说 究竟我们现在 那个 刚才你提到的范围很正确的 因为Dbis 那个着重点 就是令到更 更加容易去做的 网上营商 又或者提高 员工可以在家工作的 产生性 所以如果是有这些 这样的倾向 其实Dbis 是会比较适合的 而且都是以特派提核 以及就是说 我们都会尽快 就是将这个申请 以及也都将那个批核 的时间缩短的 所以 相对地 是会更加便利到企业 以及就是说 是全数之助的 就是不是一个配对形式 那么这个都会帮到大家 这个都会帮到大家 嗯 了解 没有 咦,那么继续付最后一个问题 刚刚有 znajdo 一个朋友问 就是说 哇哟 因为其实你们分了12质 适合集创 是不是每一个申请 指能公房当然一样 即是正确 所以对不对 是要三個不同的項目的 正確 他就不可以說我兩個項目都是選一 是不行的 好了,那就應該差不多了 最後提示 大家要申請的時候都去到我們的網站 我們是免費,是不收費 如果你看到其他網站 收費,其實這些全部都是騙人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我們的資訊 去到我們自己HKPC的網站 我們會提供免費的資訊 也會有一個應用程式 大家可以在網上填 這是唯一申請DBIS的途徑 那些都是誤導的網站 這些全部都是誤導的資料 令到大家可能對這個資訊 不是最正確 所以全部都要去到我們自己的網站上看 明白,我知道你們上星期六 就已經做了一個Facebook YouTube Live 就是講這個申請 是的 還有你們明天也會來一個英文版的YouTube Live 這個連結 之後會有連結給大家看 有的,我們可以安排 之後可以分享給大家 我們今天先謝謝Alex 好,謝謝 謝謝,拜拜 拜拜 其實這個DBIS的申請 其實大家… 都清楚的 總之都是看看自己想要什麼 然後考慮用什麼方案才去申請 最重要是找一個信得過的供應商 我覺得 幫你們看看自己是否真的有需要的項目 可信的 這樣就會比較穩陣 當然,不要說有10萬元 不,應該有30萬元 那你是不是也要先申請 因為其實之後都要放錢下去 因為你要保持那個項目 不如這樣吧 這個時間我們… 其實因為今天有第二部份 是的 不如找供應商出來說一下 究竟整個項目是怎樣 好嗎 都好的 或者他們應該說 他們有什麼可以幫助 是的 因為很多公司聽完之後 就覺得有什麼可以申請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那些公司就會說 其實有一個項目 即是有錢在這裡 我可以怎樣拿呢 不要說到這樣 我們怎樣可以利用那些錢 幫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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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真的維持 或者是節省成本 這樣吧 好嗎 是的 我們先看看 今天請到Cisco C4的同事 是吧 阿Joe 我們看看他博通了沒有 是的 我們也是用WebEx接他進來的 是的 Joe Hello Hello 時間交給你 我們現在上街了 好的 好 為了我加速一點時間 剛才我們也有聽過Hong Kong PC的代表 有為我們詳細講解申請詳情 在過去的星期六日 透過Hong Kong PC的進一步的展述 這個計劃流程之後 其實坊間也有些會響 包括就是那個申請的難度所在在哪裡 其實都不是好像之前說得那麼容易 十日特規 相信那些說十日特規 是一些不法的網站 其實是有些地方我們需要注意 甚至乎可以說是一個攻略法 在雲民十二個方案裡面 究竟C4如何看待這件事 去做一個篩選 或者是Paratize 那個重要性在哪裡 以及在C4作為廠家 如何幫助到中小記真正可以很快 去做到一個申請 以及選擇適合的方法 其實我們也做了一些 context 在我們的網站 或者是社交網站 分享一下畫面 其實在香港C4的網頁的頭一版 我們的專頁 都會看到一個叫做營具營商計劃 這個十頁 在中間這個位置 如果我們按進去之後 大部分的商戶都可以隨著這個方法 去了解一下我們後面所推薦的一些方案 當然針對中小企 而且針對計劃裡面 一個叫做一至十二項 我們在裡面一至十二項都有一些涵蓋 如果我們看看這個 這個叫做Hong Kong PC的網站 這個就是公司的 大家都應該 我都推薦大家去看這個網站 真正的發佈的資訊 都應該在這裡集中去看的 因為裡面有一至十二項 有些叫做網上營商 有些就是一些智能的 餐飲服務 由線下搬到線上 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專業方案 去應付 現在在說一些 digital transformation 但如果在一至十二項目 我要選擇 哪些去提升 或者哪些比較重要 我會覺得 在六、七、八、十一 都是適合一些中小企 特別去留意一下的一些方案 其實主要是兩大類 第一大類就是 現在我們很時興的網上 就是virtual meeting 一些協助的工具 就會是Caturday的九和十 大家會看到 虛擬全體管理 其實都是collaboration的一部分 我們的九和十 另外六、七、八 雖然是說不同的小信 但其實裏面也有一個要求 就是說網絡安全 Cyber security 我覺得 申請者要值得留意一下 其實每項都是環環相扣的 無論你是說財務的管理 人力資源甚至乎財務的管理 都好 其實都應該要留意一下網絡安全性 因為在十二個Caturday 其實牽涉了四個項目 包括這個網絡安全 包括十一 所以在C4 回到我們的網絡 我們會強調出兩招 第一招 就是我們的網上會議和虛擬團隊 溝通解決方案 其實就是以二月份的疫情去到一個高位 一直到現在 我們做了很多工夫去支持中小記 包括我們自由的網絡網絡 即現在我們都在用 過去幾個月 我們都收集了過三萬個訂閱 在我們的Global 在Hive Record 除了網上會議這個平台之外 我們還有很多不同的工具 包括是線下的 硬件的配套 所以無論是硬件 軟件 Cloud-based的平台 也在廣告 都在往後的維護和裝工 這些全都是一個TURNKEY的項目 我們絕對會配合 我们有很多广大的团队,也包括我们在香港有超过400间C4的训练 我觉得可以在从中选择一些适合的服务供应商和服务团队 我相信C4可以帮助终小企业找到合适的复活 第二招是网上网络安全解调方案 其实里面已经包含了几个数据的结合 你看到这个图画,由一个办公室伸延到一个障碍办公室 甚至乎是家里面的线续怎么去接駁回公司里面的内部线续 透过一个安全的接点,VPN的端点安全的数据 另外就是当你占博之后,你都要往外去做沟通的嘛 Google Internet,用其他不同的云端的服务也好 所以去到Internet那边的层面都有一个维护云端安全的一个协助的工具 另外就是防火场,我相信有很多家用的训练 所以整一整套网络安全解调方案是C4的层面 其实是一个bundle package 硬件当然会有,有一只网络买在任何地方 但是当你接駁回后的时候就要通过VVN 当你向外的时候就要通过一些安全解调方案 还有当你access一些油件,尤其是一些运端 尤其是一些运端,现在很大多分钟 其实也是在用运端的运端 电油上面的安全性也不能够分量 因此其实简单来说,如果客人去看我们这个网络 走进来这个版面,它可以看到一个两大门的消息 其中,以及在当中可以了解得更加多 背后的理念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两招 去涵盖在DBIS计划里面,1至12行 涵盖起码一半的东西 都可以透过这两种数据去满足得到 当然也有不同的中小企的要求都会不同 他们本身的环境或硬件的设施都会不同 所以这个是很需要我们的团队和Misela去调入的 所以去到这个版面,如果都会呼吁 各位钟小企去看,找一些人去帮忙去配合 甚至乎拿报价的时候,可以从中方去留一些资料给我们 包括背后对哪类的方案感到兴趣 需要多少人手去配合,公司的规模 包括十多人去做刚才所说的朋友 或者是Internet上的一些人的配合 协助工具,网上会议这样计算 其实是每个星期都可能会有一些需求 每一次需要多少人去找到一个居住 等等,这些都是一些简单的资讯 可以留言给我们,让我们后边的团队再去配合 去选择一些适合的公司去做个配对 畢竟就是C4是一个厂家 在这个DVC的计划里面,就不会是我们直接去和客人去做一个报价单 而是透过我们后边的re-sellers 所以也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 我们也有一个计划里面 始终在香港你要做一个配对 哪一家re-sellers 给到适合的方案 以及真正可以满足后果需求 有很多家 而且在政府列举出来的 其实已经超过900家 我觉得以这么庞大的数量来说 不可能是由客户去亲自去减少 或者每一家IT公司都看看他的website 打电话去问 清楚的配合 究竟的支援方案是这样的 所以有些工具都可以配合 如果是对于C4的方案是感兴趣的 可以透过我们另一个网站 叫做Partner Locator的网站 就是我画面的网站 它可以帮得到客人去找 究竟一间 它可能有合作开的IT公司 它可以直接在这里打回香港 另外就是去选择一些适合的方案 譬如Collaboration 我们的协作工具 接着做Searching 可以容易一些去缩取一些 针对性做某类方案的IT公司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Matching 譬如这里找一间公司 再去看一看政府的网站 列举出来的 究竟是不是在当中 那就容易一些去做一个什么秘密 这件事真的方便很多 九百多个要拿下去看 都不容易 而且肯定知道 肯定知道 你要筛选 我觉得先从12项 最多可以选择三项 去做设计 先选择哪一类的东西 最重要或者最相关的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升级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升级 其实在Funded的资助计划里面 对于硬件的升级 其实是挺有利益的 我觉得 畢竟它是一个六个月的计划 而六个月其实很快过 我们坊间有很多配套 有硬件 有软件 有所谓的计划 计划 计划通常都是一个持续性的服务 可能只是用六个月的 但如果你说硬件 那可能就可以完全去 满足于这个计划里面的范围 即是说如果一向都是 苦目之间去做一个硬件升级的话 我觉得硬件应该走上去 去看看它本身的计划范围里面 有没有可能房间 又或者刚才说过的remote sites 计划一个remote site 去connect with它本身的计划 这些都是硬件的需求 我相信你们的计划应该熟读了 有哪些计划或者方案 是真的可以帮到 即是可以给中小企申请到哪些计划 即是他们那里 如果你们的计划 就可以成为一个顾问的角色 不单止是帮他们安装 提供的产品 还是一个顾问的模式 可以这样做 没错 你说得对 因为这个倾向其实就是这样 那个计划是给中小企申请的 但是中小企 我先说那个申请书 其实里面有些资本资料 就是中小企自己要填的 或者商业登记它的发言 业务是进行什么业务 和实际了业务多久 但是应该有一个难 就是说它现在申请的是 有什么相关的方案 如果方案的具体情况 实施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而这些全部我相信 不是由一个用户可以自己处理到 去填那份方案 所以其实 由填那份方案开始 其实已经需要一些公司去协议 这些公司 在私科的角度来说 就是我们找到那么多个企业务 我们在香港的数量是属于比较多的 我们有四百多家登记了 刚才也示范一次 如何去找一些合适的 如果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是上我们的广义 中间那个大学位置 写法填到e-form 留下一些资料和跨物 让我们去帮助它 又或者是透过其他 刚才说了 partner location 先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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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那些公司又会不会在营商计划里面的公司做过Mapsing 这样就会容易一些 很快地找到一些适择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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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择 如果我做保护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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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 大家也要記住的 這兩個字叫做能力 能力的簡選就是由用戶自己的簡選 例如一間公司幫我做ABC類 然後我就申請 最後批不批就很關鍵 就是往後的七成 可能批了給你三成 用三成錢接著購買 然後能夠結束 是否如期結束 因為有六個月的時間 所以所有東西都在講到能力 以能力值方面 在我們公司副套 即是C4的副套 有很多partners 其實每個方面的能力值都會有不同 有些是可能強於某一類 或者強於某幾類 也有一些就是它是習慣性的 每樣手術去對都會攝裂 而且它是一個turn key 即是你什麼都交給我 包括一個地方包含了 包括往後的維護 往後的維護 一些mainters等等 其實就要選選 剛才說選選的流程很重要 能力值的東西很重要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 我們一些consultation 當然一些諮詢是免費的 其實我們也有免費的 我們也有免費的諮詢 透過網頁的方法 去讓我們知道 讓我們接觸你 第二就是 剛才那個工具仔 去選擇的過程當中 你會看到 去列印出來的 都會有些certificate 這個是弊公司的一個 行上的做法 就是certificate of network of data center 或者現在我們很流行說的 剛才那個兩次 Cyber security 經常都會看到 你也可以看看 一些certificate 哪些公司是有哪些類的疫症 你選擇的時候 就可以快很多 剛才提到那個 也對的 我不想太多選擇 雖然有選擇是好事 但不想太多選擇 就選擇一些集大性的那類 譬如說 我們有很多主要的ISP 在香港 網絡公認商 那些都是屬於集大性的partners 可以去考慮一下 那類的公司 但是Cisco 始終被人覺得 買你們的東西很貴 這個project10萬元 搞不搞得行 你們現在是否有些project 或者有些計劃 其實是針對中小企 那個budget 省一點 少一點 你也可以用到C4的產品 是的 那關於 畢竟都是資金 剛才說能力很重要 第二 資金也是最重要的 其實在今次的目的 分離就是 對於中小企 可能平時 他們要一次性投入 一筆資金 去做一些維護 或者是升級 是困難的 所以正正是針對這個分定的設計 剛才提過 可能會看看 會不會利用這個分定 去做一個硬件升級 而硬件升級 當然要在這個分定的支援範圍 才可以幫得到 所以其實我們後面 設計了一些套餐 而套餐有冷件 有軟件 和所謂的支援 支援在2月 疫症高峰期到這一刻 其實我們在坊間 你也會看到我們的網站之前 經濟部 都在聊天的時候 我們提過 我們WebEx 業縱工具 有一個 free license 另外就是一些 網上 網絡安全的配套 例如Umbrella 我們的M-Point 都有一些 free package 所以在這個platform 如果資金不足 或者資金有限 我們可以先用這些 我們提供的免費 的platform 去明顯著一個 基本的需求 然後在資金有支援的情況下 就盡量做一些升級 就在這個瞬間的升級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機 去做升級 而 星期六 一個更新 就是 原本我們就是想到 每個project 三個token 每個token 上限就是10萬元 原來都有一個 有些需要留意的 就是提供三萬元的 threshold 的問題 因為超過三萬元 就是需要拿 auditor的審批 審批證明書 其實這個對於 鍾小記也有一個難度 所以在背後 如果我們要做一個 全力配合的話 我們其實有一些 都是在三萬元以下的方案 剛才我說了兩個套餐 Cyber Security 和Collaboration 都有些三萬元以下的方案 而從中是一些 基本的難免升級 我可以配合 所以就封建由人 或者簡單的做法 可能25天的公司 其實已經做到 也不需要去到 這個auditor審批 真的需要多些 可能有幾個點 時間要做的 超過三萬元 我們預早要做一些 準備功夫 包括這些auditor 是一些什麼類型的 services是怎樣 跟我們聊 或者我們的re-seller 跟他們聊 他們在那邊會多些經驗 這個好消息 三萬元以下可以做 有些方案 對宋小企業很不錯 例如公司 如果說他們要安裝Webass 要用你的Webass 其實這個方案 會包括了什麼 其實就是這樣的 Webass 其實是一個 我們的platform的總項 其實在Webass 現在越來越多人用 就慢慢就會知道 我們有meeting 即是說支持一千人 我們叫meeting meeting 即是我們現在用這個 這個版本 現在這個版本就是 但其實有很多 尤其是廠的客戶 他們以前就face to face 或者是 通常都會辦一些event 這些人來香港 然後租一個開戶展 租一個場 做一些event 其實在Webass 在Webass之外 再向上升 一些event center 專門做了三千人 三千人 應該還有其他方案 又或者除了 做event 還有一些叫做training 例如補習社 做一些training 所以整件事 在一個Webass的架構底下 其實是有幾個套餐去存債 但如果我們要盡量簡化 這件事去配合event 這個program 當然越簡單越好 所以其實都會推出一些 如果真的有超過一千人的event center 這個需要 就不是買Webass的meeting 而是買一些套餐 Webass meeting suite 在一個套餐之下 所有的pratform都是任用的 即是用完 一邊就用完 而也可以在剛才我們說 如何攻略於三萬元以外 即是有五個 即是有五個lisens 我給他任用 全部東西都可以用 由meeting到event 做training 又是within在這個 簡單的申請門 例如三萬元 都可以實現到的 詳情可以留意一下 我們的Webassite 或者留下這些requirements 讓我們的專人去支援學校 去支援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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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Webass 因為這個在疫情期間 也有很多人用的 你剛才說 有沒有一些位置 在香港看到 你覺得 就是估計不到這樣 其實很多的學校 大家都 其實是一個 transformation的過程 在這幾個月 其實學校的用程是最少的 如果你在說二月前 但是現在整件事 其實每個人都幾乎要用 所以你剛才說 有沒有這些例子 當然有 因為我本身就是負責 中小企的一個大學 在矮思科裏面 所以我不同的客戶 的類型都有 去到商場的補習社 其實也有用我們 無論免費版也好 或者用免費版 不知不足 原來他要多點進行一些 好的清晰的語音質素 再配合一些 收費版才有的 features 由負責版再上升 過程當中也挺新穎的 因為每個個案 都是一個新的商業模特兒 剛才說的 補習社 商場那些 自己家裡的小朋友 有興趣版 有很多這些例子出現 全部都是中小企的 一個用途 其實他們 因為現在你們是免費 給他們用的 所以他們可以用Dbis 這個資助 去變成他們以後長期 用的一個科目 是的 所以 說得叫做工量法 其實也有些位置 可以是 比較著眼一些 就是 硬件升級 對我來說 硬件升級 因為硬件升級不是經常有機會 可以實現到 現在正正有這個機會 但不可以一次性投入資金 現在就可以一次性投入資金 因為政府幫忙 硬件放在這裏 就可以permanent 使用 也可以配合 我們剛才說的 收費版 或者是免費版 其實都可以接駁到這類型的硬件 亦都有一些商戶 它本身是用的 可能以前有些speaker soundbar 其實都放在這裏 用的 我們的好處就是 協助 其實我打得通 別人 別人都打得通 我們的硬件 大家可以並存 所以就不存在 另外就是我升級之後 會不會用的 會浪費 或者用不著 那就不會 這類型 都是我們建立一個 美容 在選擇小唇的時候 我希望 我們這種好處 可以真正滿足到 一些 中小企 去幫助 剛才你說的硬件 其實是 專門給WebEx用的 一些 soundbar 以及一些 攝錄 那些硬件 如果有人用了 EbEx 買這些硬件 其實就不需要再用 擺一部電腦在這裏 開攝錄 開班 電腦就 是的 如果那個是一個 好像我現在這個房 其實我可以直接用 現在你看到我的畫面 那個其實是 其中一個 我們這個電腦的 是可以直接打通的 那電腦 是可以不需要 留在這間房 但是 大家都會想 或者我也是這個 心態 就是我要盡量去幫 中小企去創造 打成 他原本有的東西 如何去全力 營造 或者去另一個地方 做一點點對點 或者是 Multi Point 的 這個是有這樣的 所以 而WebEx的好處就是 我有 Endpoint 我就想清晰 靚仔一點 那就用 Endpoint 但是 其他地方未必有 那就用電腦 甚至陪我手機也可以 所以一起去 加入這個會議 Multi Go 加上 我們是支援第三廠 廠家 即我們有商限 他們本身的 Endpoint 都可以大家互相作構圖 所以其實 話就說 三十萬人上限 但是 未必真的可以 完全可以 拿了這麼多 三十萬 因為有其他的方向 都可以 無限制進行 不只是我們 這類的技術工具 所以 都是的 省得就省 可以做到 升級盤點的人 就盡量升級 其他就用在一些 適當的地方 那這個 我相信 這個才是 創造最大的價值 但是我覺得 需要 提到企業 最重要的是 放資源 不應該是放錢 放資源 放資源 進行安全 因為 雖然你剛才 Joe也有提過 其實Cisco 應該說 Dbis 有很多項目 都有掩蓋 資訊安全的 但是其實我覺得 無論是網上營銷 你開過網站 買東西 其實你都要做好安全 要不然 你要保護客人的資料 其實 所以我覺得 要預留多些資源 或者一部分的資源 放在安全 那裏 施波 不如你 再說多些Cisco 有些什麼 在安全 上面可以幫助到 中小企 或者中小企 是符合預算下 用到你們的產品 好 你覺得很對 其實我們現在整個攻略的方式 就是 你當有三個Token 去遊戲機中心 或者可以玩三個遊戲 選擇三個遊戲去選擇 所以就要排 先後次序 或者重要性 在穩穩這麼多的Category 有些可能要長期 我不相信六個月 可以做到一個 Fully coverage 做得好的 Digital media 升級 或者是由線下買賣 到線上買賣 這個未必 未必是這麼容易 但是 我要走由零 去到這一步的過程當中 其實 所有東西都是開放 整個網絡的世界 其實大家都有這樣的認知 而去到這一刻 當中裡面 其實所有東西都是 跟安全有關的 因此 如果我說 要選擇得精明一點 一至十二 其實有六、七、八、十 都是 在說一些 Cyber Security有關的東西 所以 其實如果你要選擇得 Smart 我真的要三個Token 我要投放一個 我就會投放一個 在Cyber Security身上 而 要做到 協助中小技 當然 有很多東西都是 不是自己的擁有 是自己的維持 都沒有很多資料 大部分在 雲端上 我們雲端的安全方案 就很幫助 我剛才提到 其實每個網絡的交易 我們要訪問一個網站 所有東西都是 要進行網絡 去保護 我們這些用家 每個電腦 都有相關普通 例如我們Ambrella 我們是計 number of users 而在我們的設計方案裏面 在這邊的設計方案裏面 在這邊的設計方案裏面 其實是支援100個 users 這可以全部的設計 例如我租 我有兩部電腦 一部電話 所有這樣的設計 都可以透過我們電腦 我相信到六個月後 客戶不會維持 希望維持這件事 他都會覺得是 能夠維持 這是後面 跟我們的銷售團隊合作 因為 由Free Version Pay Version 到Scale Out 整件事都是一個流程 每個階段都可以應付相關的訊息 客戶是去到什麼階段 有沒有將來的升級需要 這些其實 從頭到尾都未必一定是困死在一個階段 這就是我們的好處 我們從Free Version開始 已經可以使用到 到最後慢慢再減少 在網絡世界有我們的 叫做Cloud Protection 另一點大家需要留意一下 就是E-mail 因為絕大部分的安全的攻擊 或者釣魚網站 很多時候都是在E-mail上 你收到一些 有似是同事 又好像他們的 平常的行為 是假的釣魚的 一些人要小心 相對地要實現這件事 以前是比較難的 可能配合公司的 E-mail 伺服器 要找人去維護 但現在所有事情都在望 而去過上世界 而去過雲端 有雲端的E-mail Service Provider 至雲端的Service Provider 至雲端的Service Provider 我們都是一整六個活動 加上我剛才說的 E-mail 之後的Nap Service Security 這三者結合 就是我們Cyber Security的設計 同樣我都可以在我們預算的上限 看看 無論三萬 三萬 樓下好 或者你再去伸延 或者再多一些 三萬 到十萬 都可以和我們聊 可以幫助 時間應該差不多了 Ju 你有沒有其他補充 如果沒有補充 不如我們回覆一下 C4 其實在DV上面 提醒中小企 你要選得證明 既然你有三個項目 讓你選擇 幫自己做了一個排序 哪一項最重要的 就選擇那一項方案 例如趁現在這個時間 可以幫自己做一些升級 因為始終有資助 然後就是要做好一些Security 對不對 當然 C4 沒錯 當然 作為我們廠家 而又比較獨特一點 就是我們是一個partner sharing model 所以後面有很多partner 可以和你做配對 也都 由我們去幫忙去做配對 令到你更快可以 在這個申請過程當中 減散一些時間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是 公司有興趣想找你們的 不如直接去你們的網站 登記 那你們會幫他們找對他們的partner 對 你幫我呼籲了 那我不重複 哈哈 好 好 好 謝謝Joe 好 謝謝 下次再談 謝謝 拜拜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live 差不多 不過很精彩 其實真的 Joe提醒了我們 有些事情 我們真的 原來沒有想 既然有資助 當然是 希望沒有 希望用了 但要怎麼拿呢 起碼要知道自己 公司要些什麼 還有我覺得 安全 大家真的要認真考慮 因為安全 其實每一個部分都應該要顧及到 對 因為這個部分 大家很容易忽略 因為覺得好像沒什麼事 但其實趁現在有機會 不如做好一點的安全 對 就是放多一點資源 去安全 最重要是幫Sysco賣一些廣告 或者都需要 因為他們是有一個專門給中小企的品牌 所以剛才Joe就是負負責這個品牌 所以 Joe就是專門負責中小企的品牌 如果他們現在有一個包裝到的解決方法 是比中小企適合用的 變成距離感近很多 現在中小企就適合 可以考慮得更闊 更多選擇 更多選擇 是的 今天的直播就差不多了 是的 我們都希望中小企 真的成功申請到DBIS 拿到資源 幫助自己生意做好一點 是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留下留言 我們看看會不會再開更多關於DBIS的直播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關於這個計劃 或者有什麼方案可以選擇 好 再見 拜拜